位於中國的夜店內佈置有點像靈堂 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黑白照片 放大擺在正中央下一秒 電音旋律一下男男女女開始熱舞 後製過的日本前首相照片影片 持續播放和世界各國哀悼 氣氛不同場內開始狂歡慶祝 中國網友還在網路社群 盯上PO文哀悼的港臺藝人 港姓余文樂PO文仇恨只會帶來仇恨 願世界可以回復和平 富途是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溫暖笑容 遭中國網友圍剿後傷文 而知名主持人陶金穎粉專 秀出台北101哀悼文字 也引來謾罵留言 中國網友狂轟你有表達的自由 我們有厭惡尖封殺你的自由 就是微博發一套 未網發一套 遭點名的還有演員劉品妍 曾經來台錄製節目 藝人黃秋生臉書 PO文一個道德敗壞的人 唯一讓他高興的是辨識別人倒楣 網友解讀就是看不慣一連串 中國民眾對日本前首相遭 槍擊死亡事件後的反應 只是並非所有中國人玻璃心碎地 在位於北京的餐廳接待過安倍晉三 服務人員感嘆槍 槍擊案來得太突然緬懷至上哀悼之意 凸顯並非所有中國民眾 都想慶祝狂歡 3D新聞綜合報導